大家好,我是大树窝斗 藕夹像我这样做 又酥又脆 饭凉了都是脆的 首先准备半斤三肥七瘦的去皮五花肉 或者前夹肉 先改成小块 再剁成肉末 嫌麻烦的朋友 可以用绞肉机代替 剁好的半斤肉馅 放入个大盆里面 加入一点盐 大约2克 加入点白胡椒粉 大约2克 加入一勺生抽 大约12克 加入一勺料酒 大约12克 加入一勺蚝油 大约15克 少量多次的 加入葱姜花椒水 一边加 一边朝一个方向搅拌 让肉馅吸饱水分 同时搅打三劲 搅到肉馅三劲成团 比较联手后 先放一盘 腌制15分钟 下面我们调脆皮糊 一个干净碗中 加入普通中间面粉90克 再加入玉米淀粉60克 加入适量的清水 清水我们要分批的加 这样才不容易起疙瘩 一边加一边搅拌 这个搅拌是有方法的 绝不能朝一个方向搅拌 容易形成面筋 正确的方法是 左三圈右三圈的搅拌 把它们调成细腻的面糊 搅拌完成后 我们加入一个鸡蛋清 还是搅拌均匀 一定要先调好面糊 再加入鸡蛋清 如果一起加的话 面糊里面就会出现很多小颗粒 怎么判断脆皮糊搅拌好了呢 能够拉成一条直线 像酸奶样子就可以了 不过此刻脆皮糊还差最后一步 我们加入一勺植物油 大约18克继续搅拌 直到使用油彻底的和面糊混合在一起 油的作用是洗酥 一定要最后加 这样才能更均匀的分布在面糊里面 洗酥效果才最好 准备两个棉藕 先把两头切下来 然后就可以切夹刀片了 先切一刀 但不要切转 切到还剩1分之1的位置就停住 然后间隔3毫米的位置 再切上一刀 直接把棉藕切断 这样就是两片棉藕连遮的 它的厚度最好控制在6毫米左右 下一步就可以夹肉馅了 用勺子放入肉馅 再把棉藕压紧 每一个棉藕的孔洞都要填满肉馅 像这样一个藕匣就做好了 准备一口干净的锅 加入多点植物油 开大火烧开 油温升到160度的时候 我们调成最小火 避免升温过快 然后把藕匣放入脆皮糊里面 翻滚几下 让藕匣表面都均匀的包裹上面糊 想要糊厚一点 就马上下锅 想要糊薄一点 就夹起来 静置几秒钟 下一步 我们把藕匣放入油中 此时的油温刚好170度 是炸脆皮糊最佳的油温 我们把藕匣依次放入锅中 一锅炸不完 我们分两次炸 藕匣下锅后 先不要动它 要先炸一会儿 让藕匣表面的脆皮先定型 全部定型后 就可以调成中火了 用筷子翻到藕匣 把它两面都炸得金黄焦脆 大约炸5分钟的时间 就能把藕匣整体炸熟 把脆皮炸成焦黄色后 我们按成熟度的不同 把藕匣一直炸出来 换一口可以炸高温的铁锅 再一次开大火 把油温升到200度 倒入全部的藕匣复炸一遍 这次复炸 是让藕匣的表面更酥脆 大约炸30秒的时间 把藕匣炸得金黄酥脆 就可以捞出来 另有备用 一道色泽金黄 香气扑鼻的 炸藕匣就完成了 这样炸出来的藕盒 外酥你嫩 鲜嫩多汁 饭很久都是脆的 喜欢吃炸藕匣的朋友 还不赶紧去试一试吧 我是大叔厄斗 感谢您的观看 如果您也喜欢我的视频 请您关注点赞收藏 转发给更多的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